早上發現第三句 我們有請尤信的家屬來確認 他是藉由他的衣服、牛仔褲去辨認說以為是他們的媳婦 剛剛已經在第三位大體的身上找到他的身份證件了 確定不是尤信一家五口 是失聯的瀆盤的瀆盤的瀆盤小姐 所以現在這個訊息可能要更正第三句大體確定是瀆盤小姐 謝謝你們的問題 不要蹲下前面的 保護你們的 就是試下 卡不起來是任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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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女生蹲下一點 謝謝 謝謝大家 拜託到現在 目前可以目視到兩個那個患者的位置 對 那因為給我們一開始的資訊是一個家庭是兩大三小 然後再加一個女生 對所以我們大概也設定一開始那邊是樂區 那目前就是可以先目視兩個 是我們現在可以處理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位置都是在同一個0.5K的那個 就都在那個大崩壁那個地方 都在同一處 對同一處 兩句遺體的話男生是大人小 目前看起來身形其實推顧是男生應該是大的大人 那女生應該是他們家如果是小孩的話應該是姐姐那個位置 對 因為跟髮型跟他的身形比較符合 推顧是一男一女 然後他們現場的疊的狀況可以簡單幫我們講一下 你目視到的狀況 而目視的狀況基本上是人是朝下的 對那就被巨石稍微就是巨石在壓住 所以是一巨女生的話是女童嗎 對目前看起來是對在下面 爸爸是在上面 對 一個以上一下的位置 我們早上八點半進去之後 就工作到剛剛的時間點 那中間大概碰到四五次的落石 那中間都有做一些緊急撤離 那最後最後是因為落石的狀態越來越密集 所以後來我們的安全官跟我們現場指揮官 就基本上就決議 我們就現場說就先撤出這樣子 女童你這步步步來 你知道嗎 這個專心往前撤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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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的這個失聯人數是29人 那外籍人士有4個人 本國籍有25個人 那現在也都在我們的山區 也就在我們山區 有一些在Supportown的部分 有一些在整個這個台巴線的部分 或者在峽谷內 所以這個部分特收隊 以及特收隊聯合 無論是屬特收 或者是來自全國的特收隊 現在都在這個太魯閣公路總局那邊 在做我們的這個派遣 以及到這個各路去做搜尋 所以現在四位外籍的部分 有兩個是這個 兩個是澳洲新籍有雙國籍 一位是印度 一位是這個加拿大籍 那其他25位是這個台灣籍 那這個搜救的部分 還會持續不斷不斷的 這個掌握時間 一直往內推進 當然 無論是台八線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修復 台九線的部分 這個清水橋 這個路段的部分也在搶修 所以公路總局都預計在 無論是4月5號或4月6號 18點以前 他都預計但是是不是能夠順利突破 這個都還要有賴工程單位 進到現場以及突破 種種的難關和困境 因為有時候我們這個落實不斷 尤其是從這個4月3號到現在 大家在花蓮都可以知道 那個餘症是相當相當大的 那以上對於失聯的部分 在這裡做一個報告 對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說沒關係一切都會安好 沒關係一切都會安好 我們就祈禱吧 我所有朋友知道看到電視的人 他們都說好我們為他們禱告 神啦 祈求他們平安 也感謝各位記者們 跟說就對的人 你們的幫忙 麻煩你們了 感謝你們 非常的感謝你們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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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因為大家很擔心他們啦 希望他們有奇蹟出現 一切都安好沒事情 感謝上場 感謝弟 祈求他們平安 祈求他們有貴人持現 感謝大家 感謝 沒有貴人持現 一直呼叫這樣 然後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連手機都是抖的 因為他找到我們的車尾 然後車尾很大很大的一個石頭 車子是整個這樣翹起來的 交通車司機反應真的很好 他就直接往內壁 往內壁就是靠山壁的地方開 然後就安全了 如果他再稍微偏一點 下面又是更多落石 所以我們之所以才會有 兩個輕傷一個重傷 就是不幸被石頭壓到 坐在最後坐的那個年輕人 那其實其身下的人都是很平安 也都是心有餘悸是被嚇到 當下真的很恐怖 他那個時候一下來 整個車子敲起來 然後一片尖叫 那整個都是灰塵 整個周圍你完全都看不到 任何一個人或一點光線 你就覺得說整個人 要被土石掩埋住了 就有人都會保持很清醒 都會說不要哭不要叫不要慌 後來司機不是開到靠壁的地方 他的那個位置可以打開 因為大家也覺得靠山壁比較安全 所以司機就反應就是 讓大家走出他司機駕駛座那個位置 他打開到那個位置的門 然後讓我們一個一個走下去 所以那天我們是在靠著 山壁的地方休息的 您剛才說然後當下就一天黑暗 然後你們後來是怎麼樣 可能有下車或者是 沒有就是等了幾秒鐘 就是一直呼喊 然後當時就是一直敲打前面 因為我不知道該往哪走這樣 然後前面的阿姨就說 有洞可以轉這樣 就是我朋友已經被壓 就是已經走了這樣 然後沒想到我出去的時候 他還在呼喊我這樣 然後我們就全部就先下車這樣 因為當時落石就一直落 就是我有錄音 17歲男生 然後整個身 就是整個石頭壓在他身上 我昨天有錄音 昨天的落石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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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淤青這樣 因為妳現在想到這 真的很簡單 其實一整個晚上 怎麼過的 晚上應該很暗 然後呢 這樣 沒有訊號 他們說我還好我有逃過一劫 因為當下是真的很慌 我還以為會有一波再一波來 會不會整車的人都沒命 因為我想到這種事情我就會慌 每個人都說是陰影 我再也不敢上山 我本來想說要去工作 就是有點怕山路 我朋友在這裡 我兩個朋友這個我朋友就在這裡 然後我朋友這個被吃到壓折 是我另外一個朋友骨折的那個 然後我是坐在這裡 我還有是被這個打下去 我是蹲在這裡角落 要不然我可能也會被壓到 這骨折是居然有病的 嗯 就在我旁邊 就是他是整個身體被壓的 然後他一直說救他邋遢這樣 左邊右邊 右邊 我現在很慌 真的 我看一下你的手好不好 你手什麼了 昨天是 他有哪邊做什麼 去膝蓋預期而已 因為我們是正要上去工作 然後路途中就遇到落實這樣 當下好像訊息全無 所以聯絡不到 也不知道飯店的狀況是什麼樣子